醫生家不需要提供高度的健康 而你開始把父親移動到不同醫生家 這真是很糟糕 尤其是如果父親有疾病 改變了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 所以他們都可以很難折扰症 我肯定明白 他說他幾乎沒有辦法辨認是在台灣還是在美國 因為有非常多的照顧者也是面臨這樣的問題 因為就是說我們如果要面臨到 要將家人入住到一個機構的時候 都會是一個很心痛的過程 因為又擔心機構的品質不知道怎麼樣 如果家人是失智者的話 那又更困難因為他要改變這個環境 在因為的時候 我的情境很類似 我的母親87歲在一年半期間去世 他去世之前住在老人養護所 住了有六年多快七年 整個的失智有十年 那就像剛剛老師說的 Heartbreaking 住在老人養護所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那我們很幸運 這個老人養護所是我妹妹開的 她已經開了二十多年 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基督徒信仰 很感謝上面原來我妹妹二十多年前開 這是為我媽媽開的 但是我母親初初住進去的時候 我們全家還是哭了半年 每次離開就在車上就一直哭 後來就好一些 那母親去世以後 父親現在是獨居89歲 那我現在最大的困難 就是他的情緒上感覺是比較起伏不定的 爸爸爸爸現在89歲 那情緒比較低落的時候 我是非常擔心的 而且我就連帶的我會 我會焦慮我會不愉快 然後因為我目前還有一年 然後我退休之前還有一年 所以在這個時間的分配上面 看是他陪伴他的時間 多少還是受到限制 那有一點衝突嘛 矛盾就是說 父親就會說我再熬一年吧 他的意思是說 再熬一年等我退休以後 會有更多的時間陪伴他 因為我一直給他希望 那也是我的希望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很衝突 其實我是很希望儘早的 能夠多時間的陪他 可是做父親的總是覺得 女兒還有用嘛 因為我是一個護士 我在正心醫院上班 他覺得還有用 那就再用一年這樣子 所以我最大的困難是這樣 那我希望今天得到就是說 當看到 當面臨這樣情境的時候 經驗這樣的情境的時候 如何讓我自己不要太過焦慮 然後讓父親是能夠 很平靜地去度過這樣 因為我看了很多次了 這麼多年來 看到他就是高高低低 總是會過去 可是我還是不驚訝 還是被焦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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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時沉水了 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我們可不可以請 孫芬老師是說 我們知道今天很多社工業員 心理師或等等 您有沒有一部位專業人 在工作 在跟我們照顧者工作過程當中 你想問問題的 職場上 就業的時候會遇到的 這邊好嗎 好 孫芬好 謝謝老師 我是中華居家照顧的科普專員 也是督導 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到居家去照顧 有時候我們受的專業訓練 是去協助我的這個照顧對象 我們可以處理得很好 那我最近遇到一個個案是 這個在家裡主要照顧的是媽媽 這個媽媽非常的焦慮 焦慮到她會控制我們的服務員 去告訴指導我們的服務員說 你要對她的先生做什麼 就是對她 就我們這個主要照顧者做什麼 做什麼 比如說喝水 比如說你要做運動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的主要照顧對象 這個貝貝她是一位中公重度的失智者 她的抗拒跟她的那個 反抗性非常的重 你叫她做什麼她都不要 因為這個媽媽都一直push她 push她 從早到晚就是盯著這個 貝貝說你要喝水你要起來 包括她要打瞌睡 她都不准 不准她的先生打瞌睡 好了那我現在問題是說 這樣的過程 我也跟家屬還有女兒不斷地去溝通說 因為你的爸爸生病了 他是失智症的一個患者 他退化了 那我們不能太push她 他的這個反抗性會越強 可是我溝通了很多次 我也告訴他了 家屬聽進去了 問題是 當面臨貝貝她say no的時候 她不要她 不要喝水 不要做運動 不要吃飯 然後這個媽媽跟這個女兒 情緒就來了 情緒來了 造成彼此之間的衝突 他們是有肢體的衝突的 這個衝突嚴重到 貝貝她是用助行器走路 不會拿助行器去攻擊女兒 還有攻擊這個太太 就是這個媽媽 好 那這樣的一個情境 對我們是一個照顧者來說 非常的為難 我們希望這個貝貝 因為是失智症患者 我們知道她必須處於 在情緒很穩定的情況之下 她的病情才不會惡化 可是今天讓她惡化的速度加快 卻是她的家屬 她的太太 焦慮 剛剛有一個大姐提到 因為她過度的焦慮 導致她每一分每一表 都離不開這個貝貝 她用監視器去看 因為這個貝貝在二樓 我們在二樓 她在一樓看監視器 一看到她又在打瞌睡了 就馬上衝上去 去命令她說你要起床 諸如此類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對這個家庭來講 我幫不上忙 我會感覺有無力感 因為家屬請我們到居家去照顧 所以我趁這樣一個場合提出來 請老師可不可以告訴我 當我遇到這樣的個案的時候 我是一個照顧者 我怎麼去協助這個家屬 然後來幫忙這個長輩 謝謝 所以他們如何幫助我們 謝謝 這是一個很常識的情況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幫助我們 幫助我们要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自己的事 otherwise 誰知道 the caregivers may fail first 然後我們有一個 一個故事 其實是一個 一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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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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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這其實也是一個蠻常見的照顧者本身 已經變得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過分的焦慮 或是甚至她其實就是一直要照顧 然後其實另外一端是她也沒有照顧她自己了 她已經忘了照顧她自己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從一個角度來看 但是在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電影 就是在講到說一個太太為了要照顧先生 結果就是非常非常的 命令式自己就是沒有休息 到最後後來自己先走掉的這樣 所以她說她這次也要會跟大家分享 提醒照顧者要如何自己自救 然後自己自我照顧 這樣子 對,我們來講完畢的 我可以再說一句 你再說一句話嗎 那是好,謝謝 那是好,謝謝 謝謝 好